现在的国庆日氛围不像以往街道上挂满国旗 十一元流的林卫唤起大家对国庆日的重视 特别与里长合作在凤山区中正里的街道灯杆上悬挂国旗 透过国旗主视觉的传达 祝福中华民国生日快乐 也希望大家能团结一致迎接挑战 卷村改建之后这十几年 我们跟里长都在 只要是我们双十国庆 普天同庆的一个欢乐的日子 以及元旦的一个重要的节日 我们都会来发起这项活动 把我们的国旗给他布满 共同来过我们中华民国的国庆生日 中华民国的国旗 是我们每一个国民对于他的敬爱 我们内心里面的一个爱国的表彰 我们不但是内心 我们还要表达出来 大家知道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 是我们有历史的一个严格 让我们悬挂的地方 包含我们中山新城 以及胜利路 这边是我们公协街 在我们这个大小的一个路上 都布满了我们的国旗 来表达我们庆祝国庆的 一个欢乐的一个气氛 凤山区中正里里长周家俊表示 以往地方是以眷村为主 每年国庆日街道挂满国旗 仿佛办喜事 但眷村改建后盛况不在 里长也取取未来 能找回以往热闹的底下 继续看到国旗在街道上飘扬 是逢十月 也是光辉的十月 也是我们中华民国的生日 在此我跟议员都很欢喜的 能够庆祝这个节日 能够永远地永续下去 这是我们作为中华民国的子民 最大的心愿 也是唯一的希望 希望大家都能够永远地 永远地能够庆祝下去 凤山区中正里 此地也是以前我们的眷村眷改的地区 叫做凤山新城 这里的百姓 里民都很 崇拜我们的中华民国 在我们之前中华民国的先列 的拥护之下 我们都能够尽情地去维护 我们的往后中华民国的生日 能够永续下去 表达对国家的相信力 路德林发起在国庆日这天 把代表国家的国旗挂出来 用旗海飘扬来祝福 中华民国国运昌隆 记者周恩成采访报导 海飘帐 里民国护身 爹本景 儿子